台南一名脏习惯切日前 在永康区的一间超商前 看到了物流车的驾驶忙着卸货 趁对方不注意时 偷走车上两万八千八百元的现金 还好警方获报之后迅速逮到人 而另外在东区则是有男子四处的偷清洁盖洗用品 并且在网路平台上贩售 光是两个月的营业额高达四十万 物流车打着双黄灯停放路边 直接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随后进打开车门 在车内东盘洗澡 男子打开物流车司机的皮包 偷走一大碟钞票 关上车门 把一大碟现金塞进自己口袋 这才若无其事离开 事发在上个月三十一号 台南永康区华新街一间超商 当时脏性贯切 眼看物流车司机忙着卸货 他竟趁机打开车门 偷走司机刚领到的两万八千八百元年终奖金 好在警方货报迅速载人 这才让被害司机的辛苦钱 失而复得 这笔钱我据称是 他要孝顺他父母的一个红包 而另外在东区也传出窃贼横行 卖场货架前 男子东挑西选 所有把商品一个接着一个 放进推车内 看似正常选购 但不久后 他竟把商品拳头走 警方进入嫌犯住处逮人 仔细搜索 所有赫然发现 屋内全是赃物 原来这名正姓男子 日前跑到超商行窃 并将偷来的清洁跟灌洗用品 放在网络购物平台贩售 两个月营业额就高达四十万 招呼一批 工具三百四十三千 嫌犯偷窃 就是为了清床债务 如今狼狈落网 这个年恐怕得在牢里过 接下来我们期待会到